最近股市 特別在A股方面 升升至低 比較好似是厲害一點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場外的槓桿又再回來 我說是場外 當阿爺在9月30日清理了場內很多槓桿 另外一部份就要求他在10月底完結了 但是去到差不多 場外槓桿又回來了 一般來說是1元炒5元 也使得這個融資達到超越1萬億 這個數字在目前A股市值來說 是大約佔了A股市值的3% 是比較高的 一般外面的市場 英美市場 融資額是佔了這個 即是孖前 是佔了市值的2%左右 2%和3%似乎的差異不是很大 不過日後可以產生的市場波動性是大的 因為這些錢是借泥的錢 市場一旦有什麼風吹草動 就會馬上走隔不透 因此產生了很大的波動性 不止中國市場會是這樣 美國市場也會是這樣 美國現在有些日子裡 一天是跌了百多點 一千點 其實這些就叫flash trade 為什麼flash trade是會產生了的震盪性呢 部分因為都是有些是孖前錢 因為孖前錢不穩陣 一高了它就會要走 或者是一跌它就要走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阿爺如果做不做也好 都是市場上面會有風升學累的感覺 作為做投資者 很多時候需要知道 記住一樣東西 人無千日好 花無百日好 股市不會升足90天給你的 所以升到差不多 記得要收下水 因為現在是場外融資的國內 又再回來 如果這個融資一天還是盛的話 市場的波動性一定會大